妈咪 我 你要去哪里啊 我的学校在那里 瑞晴 妈妈今天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走 好 妈咪 我们来这里干吗 妈妈发现了在所新学校 我觉得你会喜欢 所以我们就带你过来看看 安太太 你好 我是学校的教务主任 主任好 你一定是瑞琪吧 来 我来带你参观学校 请进 终于想通了 还知道要来咨询 怎么样是你 我在这里替法律弱势民众提供咨询 一个礼拜两天 三天 如果有空的话 如何 打算离婚 还是原谅 还是原谅但是告一山 还是原谅但是告一山 对 我也是一山 她不是第一次搞这些破坏 我的兴趣刚好是 从她的身上帝受害者讨回碰到 邓紫诚 我不是受害者 而且我也不在乎她们的关系 我现在只想保护好女儿 不让她受到伤害 你帮小孩转学了 她不签字吗 不是 你听我说 你这个方法真的 不是非常的聪明 我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OK 一 老公不签离婚 二 怎么办她竟然不签字 把小孩藏起来好了 三 如果你不签离婚协议书 我就不告诉你小孩藏在哪 这个剧本真的很烂 它会让你在争取监护权上 留下不良的记录 我人就在这里 让我帮你 好吗 我不需要 是不需要还是不敢要 在某些地方我们是同一种 就算在最亲密的人面前 我们也不会展露出脆弱的一面 但如果没有这么坚强的话 就不要再伪装 我不懂你想报答什么 而且我跟你不是同一种人 你不要自以为你了解我 我说过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你在我眼里 只不过就是个自大自负的人 下次记得 下次记得预约 十三哥 你准备这么多东西 当瑞琪是猪 你怎么这样说 我跟瑞琪很久没见面了 我当然要让他一见到 我就又甜又满足 而且如果他吃不完 可以分同学吃 这样顺便把他做做公关 还是你想得做到 那当然 等你跟天红离婚后 我们结婚了 我也算瑞琴的妈咪啊 我现在就要好好准备 当一个秤职的妈咪 我相信我一定做比她好的 对了 你确定我们周五休息间去找瑞琪 没有问题吗 我以前刚创业的时候 每天都忙到很晚 回到家的时候 二亲都已经睡了 我们父女两个都没有相处的时间 所以我都趁我们休息时间来找她 虽然只能陪短短十几分钟 但她每次见到我 都超开心的 真的 对啊 那我们赶快进去 好 给 走吧 李老师 是瑞琴爸爸 这位是 这位是 我的亲戚 瑞琴的阿姨 你好 李老师 那我等会中午 可以陪瑞琴示范吗 找瑞琴 瑞琴已经转学了 转学 转学 什么时候 昨天啊 你太太来办的 那你家转学哪里吗 那个我没有详细问 难道你也不知道 谢谢老师 黑龙姐 我让你一点自分都没有 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人家 不放你 多伤吧 如果没有那么坚强的话 就不要伪装了 让我帮你 我不是受害者 你说完了吗 同样身为女人 我劝你眼睛上大看一下这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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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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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